国庆晚会台北市政府有幸邀请到台语乐坛的天后将会复出开唱 让粉丝超级期待 蒋万安在昨天出席了一场灾害小组会议前受访 被问到如果公股银行没有帮忙会再沟通吗 那蒋万安他并没有正面的回答 而是说这次的国庆晚会是睽違多年再次回到台北举办 所以市府一定会尽全力的办好 同时也被问到了国庆晚会的锁票资讯什么时候会公布呢 蒋万安就说了今天下午会有一场记者会 到时候会跟立法院一起说明锁票的相关方式 好所以原本传出啊因为呢要在台北举办嘛 经费暴增台北市府是向国庆筹备委员会的主委 立法院长韩国瑜求助 但是韩国瑜向公股航库募款却卡关 那昨天再传出公股航库终于是点头拨款赞助 不过近韩人士指出其实没有外界说的那么严重 各单位依网利都有捐款也没有卡住或延迟 款项都是逐步到位 那另外由于这次的演出卡丝包含的就是二姐江会 所以让不少歌迷很期待 那根据了解为了要避免黄牛抢票 市府可能会比照演唱会的模式要采取实名登记抽签 好另外是前立委郭正亮他表示啊 如果真的因为这个金会呢是筹备遇到了困难 好那民进党政府明年度15亿的媒体宣传预算 恐怕会被砍到没有 那外国政府根本没有这种宣传经费 这个都是部长亲自上媒体来宣传的 台湾去年平均一天有3亿被诈骗 那这些反诈骗的宣传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这种问题卡住 我跟你讲后果极其严重 这个如果你卡这件事 那我跟你保证你那15亿的宣传预算就是零 现在国民党还在想说要砍多少 民众党的立场是零 所以你一定要造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 让他们知道大家生气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民众党这个才是那个立法院玩政治的方法 就是我全部三到零 那你来跟我讲每一件的合理性 我跟你讲那个很多民主国家没有在做宣传 部长自己去上电视 为什么我们都很少看到部长在上电视 你真的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嘛 对不对 不然那个我们报告专访好不好 我记得部长如果愿意上电视 每一个电视台都愿意让你上 那这个都是免费的啊 为什么你都不敢上电视 来说明你的政策 还要用一大堆文宣 那很多文宣根本就是浪费嘛 对不对 那内政部为什么宣传预算增加最多 反诈骗 因为反诈骗在警政署嘛 结果我昨天一个朋友就寄了一个资料 讲到反诈骗大家都笑了 是啊 因为我一个朋友寄给我一个资料啊 说台湾去年平均一天被诈骗的金额是3亿台币 一天 一天啊 那结果你现在要来跟我讲说你反诈预算要增加 那请问你过去的执行成效在哪里啊 这简直是笑死人了嘛 好另外看到了 立法院新会期在今天开议 那开议前 其实蓝绿白三党就已经隔空交火了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刘林隆 他认为民进党在这个会期会非常的辛苦 因为在野党一定会拿放大镜来检视3兆的总预算 而接下来官员恐怕有苦日子过了 上一个会期就已经是这个形同水火了 对 那在经过暑假这一个柯文哲案的这个冲击 那新的会期那绝对就是火上加油了嘛 这个毫无疑问这个蓝白之间会更加紧密 然后在一些重大的不管是人事案啊 或者是异商案上面 我觉得赖政府这个会非常的辛苦 在野党会拿放大镜去看这个多达三兆的这个总预算 我想这个官员有苦日子过 我觉得这个会期 不会比第一个会期更平静啊 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 你看接下来有多少 这些重大人事的案子要出来 对不对 然后这些法律案 还有这些异算案 所以 吵吵闹闹的台湾民族 我看这个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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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